華富邨補血小學 早前就搞了個華寶小明星綜藝晚會 學生在台上發揮他們無限創意和才華 當眾林苑兒同學表演了中國舞和宗教歌曲 贏到很多掌聲 他由一年級開始就學中國舞 今次的表演令他更加勇敢 我學到克服自己的緊張 更加自信、更加勇敢地面對大舞台 另一位同學蘇貝賢 帶來了一段勁有活力的Hip-Hop舞蹈 完全征服了全場觀眾 今次是我第一次參加《周圍馬會》 家人又看《周圍馬會》 那時候我上台的心情是很緊張 還有一些開心 除了跳舞之外 貝賢還很喜歡畫畫 我很喜歡畫畫 因為如果發生什麼事情都可以畫下去 放在一個地方讓我留念一下 綜校長表示 這個綜藝晚會已經搞了十年了 目標是讓學生可以展示平時活動科學到的技能 其實我們透過不同類型的活動和全方位的學習 希望可以讓小朋友有不同的學習經歷 讓他們要去了解自己的興趣 知道自己喜歡的東西在哪裡 然後發揮天主詞給他們的塔蘭通 晚會特意擺放在晚上 是希望更多家長可以來支持 見證小朋友的成長 見到當中家長的參與 我覺得是很感動 因為他們全年裡 其實就是透過這個活動 其中一樣這麼大型的活動 其實讓他們了解小朋友的表現是怎樣 學校的老師都賺這次的表演很精彩 今年的《華寶小明星》 綜藝晚會的中文戲劇 裡面的最後一幕 就令到我非常之深刻 令到台下的觀眾 感受到他們那一份的團結精神 和融洽 所以都給到他們很難忘的一個經歷 和我自己也是 《花式跳繩》 見到同學仔表演的摩打腳 甚至是一些單人項目的多重跳 體操動作的跳繩動作 例如打一個側手番 那一晚都有一個超過水準的表現 所以都令我很有記憶 是這幾個表現 還會鼓勵同學參加比賽和展覽 讓學生可以在藝術這個範疇裡面 發揮自己的潛能 學校設有週五活動課 和課後活動等 讓學生可以根據興趣參與不同的活動 我在校內參加了足球班 還有乒乓球班 我好喜歡做運動 因為做運動會令我開心 從小就熱愛踢足球的她 表示會努力訓練 繼續前進 按讚 記得來, että ポイント 我們現在進行 ל螞蟹 字幕 雙子 雙子 差不多 雙子 一隻 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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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子